女生定义的坏男人 所谓的好和坏 在男女关系上她是不成立的 这是一个道德评价 经常在感情生活里面 会迷惑大家的一个常识性问题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成立 女人从本质上来讲 她是一个非常追求安全性的动物 她跟男人不一样的 男人是不需要生意的 女人在谈恋爱过程中 因为经过几千万年来的进化 她寻找的是一个 未来能够托付终身的人 未来能够支持她 把孩子养大的人 因为我们要知道 女生要培养孩子的话 她一般来讲 她得放弃职场 她得放弃别的其他工作 至少有一个男人在外面工作 然后能够供应 至少她怀孕期间 她孩子长大期间的 从一岁到七八岁这段时间 一个很宽溢的环境 孩子成长环境 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必须得做出人生的最大一个决定 她要判断 这个男人的能力 能够走到哪里 为什么老实的男人不受欢迎呢 因为老实意味着没有能力 意味着不敢突破成规 意味着一旦遇到危险了 这样老实的男人往往会措手无策 老实的男人确实会对感情忠贞 老实的男人确实会安安静静地陪老婆 陪孩子 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太平盛世的情况下 建立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 建立在家庭一片祥和的情况下 建立在你们一生中没有遇到太大变故的情况下 但是一旦出现了变故的时候 女生就会发现 女生其实是很明白意识到一点的 就是那些特别坏的男人 其实是恰恰是有能力的男人 因为坏是一种能力 记住一点 就是说男人的坏 他不管是不守信 或者是对别人很恶毒 或者是无情的嘲讽别人 打击别人 这些都是基于一种能力和自信的基础上 而展现出来的坏 竞争环境激烈的时候 这些坏是一个很强的工具 男人的坏一旦到了困难的时候 到了女生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 家庭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 坏的男人一般来讲 是更加容易带领整个家庭渡过这个难关的 从这个基础上才有所谓的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女人是很精明的 选择坏男人跟选择有车有房 是一样的 你们总是把恋爱当成是一种感性的活动 恋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理性的逻辑的活动 它就像下象棋一样 下围棋一样 它是可以量化的 我们跟女生交往的第一步 想要引起女生注意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正常情况下 要嘛去讨好她 送个鲜花给她 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 这个思路正常会导致两种结果 因为这个女生假如被很多人追的话 那么这时候你的鲜花几乎是一个套路了 别人可能就不接受了 这时候你根据你对这个女生的观察 判断这个女生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女生的气质是什么样子 你会采取另外一道策略 什么策略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一些古话 叫做不是焉家不计头 这时候恋爱就是在寻找你的焉家 寻找你的对手 假如说送花这条路行不通了 你根据你的理性逻辑判断 你就要走另一条路 就是把对方变成自己的对手 去挑衅对方 去激怒对方 这时候对方就会感觉到你的存在 关注你 这个套路看起来好像是疑蠢的 但是只要你掌握好分寸 你在冒犯女生的同时 一定要记住随时观察她的表情变化 比如说你是冒犯她的价值观 你不要讲一些说脏话 先冒犯她 这个不合适 比如说有些女生说 我很喜欢韩国的某个明星 然后你这时候你冒犯她一下 那个明星我觉得挺一般的 但是你在冒犯她的同时 你要计算一下 因为你单纯无一记的冒犯会产生问题 你就告诉了这个明星 她的某部电影拍的不好 演技很差 你通过一些貌似科学的东西 来告诉女生 你这个观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冒犯的事 但是这个冒犯 恰恰能够让女生知道一点 你也了解韩国的明星 你也懂得韩国明星 这是个博弈的过程 在恋爱过程中 几乎每一步都是可以精准的算出来 你的话说到什么程度 然后对方会引起什么样反应 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 这些都是几乎可以量化的 你的口气重一点 比如说你直接说 韩国的金秀贤 完全就是个脑残法 有谁看她电影了 那我相信 多数的女生自然会掉头就走了 如果她很喜欢金秀贤的话 但是假如你广怪说 金秀贤的电视剧 其实拍的太熟套了 是一个很平常的 就是韩记的套路 反而是她的另外一部电影 星星太阳夜亮 拍的特别好 反而是她另外一部电影 隐秘的时代 拍的特别好 那么这时候 女生就会觉得 你有脑 你懂得欣赏 我的明星 这些是不是可以计算的呢 完全可以计算 我告诉你 恋爱是完全是一个 假如男人去谈恋爱 一定要记住一点 你是用理性 用逻辑去征服你人的 用你的理性 用你的计算 用你的计算能力 去征服你这个女人 追女孩子 最好是先听完女生说了什么 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要总是迫不及待的展示自己 动不动的 暴露自己有钱 帅 人品好 自己给自己说了一大堆 实际上你的人品好不好 你到底帅不帅 你家里有没有钱 你有没有才华 女生都是有眼睛的 都会观察你的很多生活细节 不需要你花言巧语的去欺骗 谈恋爱贵在真诚 请不起别人吃饭 就诚实地告诉别人 这个餐馆太贵了 一定要非常真挚地对待 要追点女生 不要营造出一个西甲的东西 让女生误解了你 如果女生因为误解 你要爱上你 不管是误解了什么 不管是误解你有钱 还是有才华 那以后呢 你如果不能长期地维持这个假象 那么呢 就自然到了分手的时候 可以作假一时 但是不可能作假一个月 一年 这太累了 而且你靠西甲 欺骗一个女生 又有什么好处呢 靠装有钱人得到这个女生 那么女生爱上的是你的钱 不是你的人 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时候有些话 你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 但是不要欺骗 不要欺骗 女生问了 一些你难以回答问题 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或者是跳过这个话题 但是不要打走脸 充胖子 很多刚刚恋爱的男生呢 总是认为别的男人 都是靠花言巧语 骗到女生的 多数的男人 都是靠真心诚意 来赢得女生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